四十次咖啡 請問你是不是十年了? 為什麼百聲那麼似陳相識? 焦糖? 唉,又多過十年了 每一杯咖啡 背後都總會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故事 歡迎光 先生請問可以幫到你嗎? 來這裡不是吃東西就喝東西 先生請問你多少位? 一位啊 唉,又多過十年 先生請問你是不是十年了? 是啊,我女朋友啊 我懷疑她有第二個啊 她 行了,先生不用說了 你的故事有沒有興趣聽? 對,我們店鋪推出了一隻新咖啡 這隻咖啡當你喝完之後 包你可以雜時黃金這種感覺 你有沒有興趣嘗嘗呢? 隨便啊,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就是有還是沒興趣嘗嘗? 隨便啊 老闆娘,一般十年咖啡即到 先生,你杯咖啡 怎麼味道這麼似曾相識呢? 小董,你在做咖啡嗎? 是啊,你想要一杯屬於我們的咖啡嗎? 好香啊 好啊 很好喝啊 真的嗎? 很香啊 還要改了四十次 那不如我們幫她改名吧 改名更麻煩 那就叫四十次咖啡 好啊,那我記住她 四十次咖啡 四十次咖啡 怎樣?好喝嗎? 好喝啊 好喝啊 其實這一杯咖啡是我和我的partner 我們兩個一種獨門的咖啡 這杯咖啡名為四百次咖啡 四百次咖啡? 是啊 老闆娘,過來幫忙 來吧 為何白真要似曾相識呢? 焦糖? 咖啡?為何你在這裡呢? 為何你 我? 不可能 什麼事啊 你和她? 他什麼事啊? 你和我只是四十次 你和她搞了四百次 你說 你們不累嗎? 你說什麼啊? 行 我不聽你們解釋 他走了,阿哥? 喂,先生,你還沒回家啊 咖啡,阿哥,他人呢? 你這麼怕,那個傻子留下了我的電話 你送給我回來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留下了東西 喂 他又走錯了,還不追 喂,等等啊 我為你和,讓你走 只因你說你有你的自由 無奈 無奈我為你而薄而難收 從此飄於世間 想夢遊 不愛人